在台中 台中快捷巴士BRT 上个月底开始分阶段上路 那今天终于全线通车了 台中市府还大放送 让民众免费大一年 BRT蓝线从台中火车站 一路到静怡大学 共有21站 不过因为仁爱医院站 工地凌乱还无法使用 所以通车第一天只开放20站 让民众搭乘 而BRT是站站都停的 每6分钟发一班车相当方便 那因此呢 虽然之前传出 优秀卡无法感应的风波 但民众还是对BRT给予肯定